我们最容易寄诵 背诵的就是心经 可是我们对心经的了解都不太透彻 一般虽然说很会背诵 并不知道它里面什么含义 那我们就是从最底下那个小文字看 这个心经的经文全部只有两百六十个字 它却是苏加牟尼佛讲二十二年般若 这个所有的经法都在这两百六十个字里面 因为俄罕讲十二年 俄罕十二方等八 方等经讲八年 二十二年般若谈讲最久 然后到最后妙罕内盘共八年 所以二十二年的波罗是最久 那为什么会波罗讲最久呢 因为我们凡人容易住相 那波罗就是破相 就是把形象破除 因为形象都是哇 然后要显真 要把真的显现出来 那我们真的就是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那我们的认识可以说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们有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我们研究了三年多了都已经知道 可是很多的道经等于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 还不知道 以为说我们日常用的心就已经是 是真心是我们的佛性本体 不知道我们日常所用的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不是本体是作用 可是我们没有探讨不知道本体的状态 那我们已经研究了三年多 各位有没有对本体认识 假如说再不认识的话 那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都一再的讲 一再强调 我们有不生不昧的真心 然后我们日常所用的世心 它是使以生昧 很快啊生 很快啊昧 生昧 不要把生昧的心当成真心 那个都是生昧心 是旺 是旺 所以旺 不真 真的就只有佛性本体 所以一定要对佛性本体 彻底的认识 我们用不生不昧的真心 来修不生不昧的道 这样因果才一致 我们用凡尘在生活的世心 来修道 修不成道 因为世心都生昧 那佛是不生不昧 那我们想用生昧的心 来修的话 因果不一致 不会惨 不管再怎么久 都不会惨 几生几世也不会惨 一定要找到 不生不昧的真心 那佛学就讲 不生不昧的真心 跟我们生昧的旺心是一体 可是它两面 我们不生不昧的那一面 不用 所以不认识 不认识就以为没有 它又没有形象 显不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以研究 研究以后 就会很透彻 而且很亲切的 都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 启发不生不昧的真心 在日常生活之中应用 这样的话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会造罪 不会做错 所以修起到来 到最后的时候 都是很快乐 很逍遥 没有烦恼 因为世心 我们住相 烦恼就来 那我们真心 就知道 还所有相 都是虚犯 不实在 所以不住相 不住相以后 烦恼没有了 没有烦恼 我们就进入 一个绝对的境界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研究 这个心经 因为它含义深远 所以一定要深入其中 彻底了解 知道它的意识 所以经不禁言 就是我们心经里面 没有几个字 两百六十个字 所以不禁言 没有把所有般若 全部都讲出来 然后言又不禁意 两百六十个字 没有把全部的意思 都阐释 讲得很透彻 我们深刻体会 不在文字表面的 精髓守在 不是在文字表面 而是在文字的背后 在文字的背后 它有非常好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这个背诵心经很快 两百六十个字 大概五十秒就可以背完 那我们假如说不知道意思 那太可惜了 就会浪费 那我们深入其中的话 会让这个真正的真理 就在生活之中 那么浪质精华 波罗的精华 在日常生活之中 融入我们的性分 我们的佛性之中 然后养成习惯 如此呢 我们生活之中 全是佛性本体 在当家 不是我们的六根 在当家 那么所有的脾气毛病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规划 已经规划 到佛性本体回来 那么四大甲合的身体 归还给天地 就没关系了 佛性本体 跟整个宇宙虚空 合而为一 逍遥自在 不受的积枢 那么如此的状况 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到 我们还生在凡尘的时候 就要做到 死了就来不及了 我们假如说没有做 一口气不来 我们没有路可以走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做 整个西空 都是我们的道路 都是我们佛性本体 所以 灵可生前防死路 末代时时后维持 礼天果味还成立 时时捡点 末抽头 这个我们也时常提起 说生前要防死路 各位有没有做 在日常生活之中 全部都是用佛性在当家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 这个心经的本文 那心经我们都是省类的说法 心经 那么它不省类的话 要讲就是 摩赫波勒 波罗密多 心经 这样才是它整个 那个经的名称 那摩赫就是广大 简单的就说大 大就是摩赫 大到已经无外 没有外了 小到没有内 就叫摩赫 非常的广泛 超越我们太阳序 整个宇宙系 全部包含 叫摩赫 那波罗 就是我们妙智慧 本性所具备的妙智慧 就是波罗 我们在这个 樊城所学的 那个不算 那个叫聪明 所以波罗 是我们拼除了 樊城的所有一切 它才会生花 才会出现 所以这个波罗 是佛性本体 所有 妙智慧 那有时候 我们就会把 波罗 就当成了 我们佛性本体 因为它是妙智慧 是实以智 那我们的佛性本体 是实以礼 礼智一如 礼跟智合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 会用波罗 来当成佛性本体 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 还成学的聪明 不是 是佛性计备的 那因为有波罗 有波罗的妙智慧 就可以到达 波罗密多 就是清静的彼岸 就是清静的 境地 已经到达 没有对待 很祥和 那一种状况 叫做波罗密多 所以我们了解到 这个波罗密多 是很理想的状态 这个印度人 他们会讲 这个已经事情做完了 就会讲波罗密 波罗密 好像或许有到过 印度去生活 他们每做完一件事 都会讲波罗密 或是已经回到家了 波罗密 就是已经很祥和 那一种状态 叫波罗密 那我们因为 这个佛教都会讲 完全是苦海 所以会说到彼岸 已经到清静的彼岸 已经到彼岸了 很祥和了 没有受苦了 所以波罗密多 心经 是我们的心 要来经历 这个耳经 就是路径 就是一条路径 心要走的一条路径 所以这个 对我们来讲 是蛮关系重要 我们修道 就是修心 就是修性 心性一定要透这认识 要知道 所以这个是 他的经的名称 经名 那么底下 就是这个 观置在菩萨 这个我们要了解到 假如说我们用名词 来对待它的话 那对我们的帮助就不大 那对我们的帮助就不大 可是假如说我们深入 他的真理领域 对我们就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时候 假如说我们有看 这个四面上所注解的 那个观置在菩萨 有的说 就是有一位 叫观置在菩萨 那么有的就讲说 观置于菩萨 这样也可以 不是说不行 而是说他对我们的帮助 就有限 那假如说我们深入 我们现在就讲里面的含义 这个观就是看 可是这个看不是用眼睛 是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心来看 用心来看 观 然后自在菩萨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良人 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本体 所以用心来看 我们自由自在的佛性本体 这样对我们帮助就很大 因为自在有十个 十个自在 第一个就是寿命自在 寿 我们要活了多久 或是要短一点 要想回去了 可以自由自在 寿命自在 第二个就是心自在 我们的心自由自在 这个大概 这个大概 各位前写 心是不是我们自己掌控 是不是 请问现在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 自由自在吗 好像有很多的不可能 所以我们了解到 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回光返照 没有回来看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所以没有办法让它自在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旧药 这个让我们的心 都能够自由自在 都不会超过规矩 都不会愉悦真理 都在真理里面 那第三个就是财自在 这个财自在 要用钱就有钱用 大概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 那个寿命心还没有那么现实 可是这个财就很现实 这个钱财虽然不是万能 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了解说 在累世之间 都已经有行善 都有故事 所以追生追世 要用钱就有钱 都刚好可以用 刚好可以生活 所以第三个财自在 那第四个就是夜 夜自在 夜就是生口液 我们的生口液就叫夜 月 我们造月 我们造的月 就是生口液造的 那生口液 这个月都能够自在 自由自在 这个要我们自己 确实的做才会知道 那第五个就是生自在 这个生自在 就是我们要出生在哪里 要出生什么形象 都能够自由自在 前不久 前不久 霍学听到这个道亲讲 所有这个马来西亚的道亲 到台湾来访道 就是来学习 然后这个假日就带到了观音山 那个最高的硬汉链 那到硬汉链去 因为那个很高 可以看到巴黎港口 台北港也看得到 台北地区 从那个高高顶 也可以看到 因为摊着看景象 就忘了下山 不记得说要落山 然后这个山上 没有路灯 一路夜了以后 这个没有路 路都看不到 看不到路可以走 可以下山 然后他们就很虔诚的 老师啊 拜托啊 老师啊 我要下山啊 各位前人 假如说我们遇到那个状况 会怎么样 可以一样请老师 因为马来西亚 到我们台湾来 对这边的地理环境不熟 然后他们已经是在最高的地方 往那个四边看 都很清晰 他要下山 看不到路 他不敢走 又是你孩子 就比较担心 这个时候竟然有一个男生 拿手电筒 然后走路 说你们家我走 我带你们路山 就是我照你们下山 他们心里面就在想 怎么在最高的地方看 都没看到人 现在怎么突然蹦出一个人出来 各位姐姐那个是谁啊 就是生自在 他已经就是随时都可以千百亿化身 所以就用手电筒 照着一群女孩子 带他们到山下 带他们到山下以后 不见人了 所以我们就了解 以前或许是实上讲 所以你去那个沙漠 这个行走的时候 又是热 又是口干 舌燥 然后怎么突然发现 有一棵大树 很高兴 赶快到树底下 去乘凉 然后养 养足那个体力的时候 又开始 又走路 然后当他们走了一段路 回过头看的时候 那个树不见了 那个是什么 就是生 生自在 所以你修正了以后 可以生自在 而且不一定是 固定的人的形象 有时候也可以 变成那个小白兔 一种动物 来带人走路 你不知道怎么走 它突然跑出来 一直跑给你跟 你跟着他爬 跟着他走 就可以到达你想要到的目的地 那个就是生自在 那我们有修了以后 一样可以到达生自在 然后第二个就是圣洁 胜利的圣 解释的洁 圣洁自在 就是每一个你看到的景象 你都知道它的理 知道它的表现什么 那个圣洁 我们也要有这一种 这一个自由自在的 那个圣洁自在 一看到什么你就知道了 知道它是什么内容 告诉你什么 那个圣洁自在 然后第七个 神通自在 这个我们最需要的 是不是第七个 第七个 神通自在 我们都希望有神通 然后第八个 就是愿 希望愿力 愿自在 我们的这一个愿力 愿自在 也是很重要 自由自在 不会受到环境的 那个影响 然后第九个 就是智慧自在 我们的智慧 能够自由自在 这个运用时候 什么事情要怎么来应对 都自由自在 最后一个 第十个 就是 华自在 那华自在 就是已经都成就 到佛 那个状态 叫做 华自在 所以有 自在 有十个 是我们 每一个人 计备 各位前前 计备了几个 有计备几个了 寿命 心 财 业 生 然后 圣洁 然后 神通 然后愿 然后智慧 然后华 有十个字在 所以我们的 观自在 要 回光 返照 我们 自由自在的 真心 佛现 本体 它具备 有这十个功能 可是我们都好像 没有让它恢复 都要够 还很欠缺 所以要努力 那 菩 菩萨 菩 那个 菩就是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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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觉 然后 菩提 就是 有情 有情的众生 已经 觉悟了 就叫做 菩萨 各位 是不是 菩萨 是不是 我们不但是菩萨 还是佛 我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所以 菩提 撒 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 就是回光返照 我们自由自在的良知良人 我们的佛性本体 这样是不是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们用名词的话 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用这样的意识深入的话 那就有了 有帮助 有没有帮助 有实际的帮助 能够回光返照 各位前选 我们最难得 就是回光返照 我们精神都外放 所以当众生 只要你肯回光返照 你就可以成道 就可以成佛 是不是不一样 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 就是要 回光返照 我们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就是自在菩萨 这样会了吗 那么底下 这一个字 假如说我们念行 行深 波罗波罗密多时 念行 就表示 你还没有实际的做 你只在希望的阶段 那只要说 那只要说念恨 恨深 波罗波罗密多时 就是你已经做了 而且有功夫了 各位念什么 念恨还是念行 那么快 真的都念恨 真的都念恨 那个恨 在我们台湾话来讲 就是行 道行 你有道行 还是没有 太久有 道行都有 所以用台湾话就很传神 就是已经实际做了 有功效 恨深 已经实际的做 而且那个深 就是时间很久 功夫很深 恨深 那依照什么 依照波罗 依赖波罗 在行持的时候 就是依赖波罗 依赖我们自信的妙智慧 是我们本性所具备的 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 去学来的 不是 我们要启发波罗庙智慧 就一定要万年放下 然后一念不深 你能够万年都放下了 波罗才能够出现 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 我们已经三年多了 对不对 到下个月26号 就四年 已经四年了 我们已经研究四年了 时间久不久 很久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 我们实际的做 假如说能够实际做 就能够跟这两个字 恨深 都是用波罗庙智慧 各位有没有启发波罗 所以各位就可以体会 为什么我一开始来这边讲课 就敢给各位提问 我又不是学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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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都讲 国民学校没有毕业证书 没有 那怎么敢给人家问 问那么多问题 为什么敢 就是波罗庙智慧 因为当各位提出提问的时候 或许一定非常专注 专注的在你的问题之中 你一问完马上打 那个都完全没有经过 我的那个失守 没有 都是用佛性本体的 那个妙智慧在打 那个都不是我在打 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 那个就是启发波罗 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都一定要 那我们只要你在平常 翻脸放下 一念不生 这个时候你遇到事情 事情一来了 事来则应 你的波罗就可以呈现 要怎么应对 你的波罗就可以自己出来 这个要怎么应对 才复合真理 才不照页 那个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它会呈现 而且一定要一段时间 不是说我们马上 欧洲万年放下 一念不生马上就有 波罗妙智慧 可能没有那么快 智慧根基很好 像六祖一样 他都不用研究 就会回答了 对不对 大家都定一定 所以我们 又美自己 佛性本身的 出来的 因为我们很重要 只要波罗 你能够启发 那你的定力 就一定够 因为那个整个 都是佛性里面的 那个东西 你的波罗有了 你的定力自然有 所以遇到事情 你不会手忙脚乱 那个轻重反击 你马上判断 马上要怎么应对都会 这个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 波罗妙智慧在应对 所以各一定要 不然我国民学都没有比较 为什么敢 就是这样 就是平常 尽量的 你有空闲 就万年放下 一念都不生 这个时候你在生活之中 就跟你的佛性本体 在一起 跟你的佛性本体 在一起 遇到事情 你就用佛性本体 来应对 那这样 我们没有喜欢讨厌 没有取舍 我们有取舍 就有造业 没有取舍 就不造业 不造业 我们就会越来 越轻松 各位修起到来 是越来越轻松 还是越来越纯重 越来越纯重 那什么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住相 住在形象 住在明 那个明分 明气 只要我们求明求力 我们就会越来越烦恼 越来越来越来越不如意 只要我们都放下 这个忘的东西都把它放下 你能够都放下了 自然而然 你都很逍遥自在 那个逍遥自在 不是要等到我们这个 这个归空了以后才逍遥自在 是要在完成生活的时候 就已经要逍遥自在 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 那个波仇 那个波仁重要 所以啊 为什么 后学一直讲说 这个心经啊 就是 释迦牟尼佛讲 22年 波仁的经法 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 破相 显真 把所有的妄想都打破 把生的佛性本体都显发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一般生活 我们都是用妄 都是在形象 形象它一直在变化 看我们的身体 一直是新陈代谢 在地牢在地牢 我们抓得住时间吗 抓不到对吗 一年一年跌跌了 很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 尤其在我们还可以主宰的时候 启发我们佛性出来当家 不要让六根当家 六根当家都会造业 我们要受苦 那佛性当家不造业不受苦 当下解脱 所以这个很重要 各位一定就是要了解说 我们启发般若的重要 为什么佛讲那么久 就是因为破相不容易 只要我们离相了 各位前选 记得离相就叫做佛了 离相明佛 容不容易 很容易记 不是说很容易做 是很容易记得住 只要你离相 你就是佛 你住相就是众生 因为我们都住相 所以我们都当众生 对不对 不是啦 不是啦 我现在不是众生 已经输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 要成佛要自己努力 把我们的那一些脾气毛病 不良习性都去掉 因为佛性没有那一些东西 那把佛性所没有的去掉 所有的让他回来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波罗 波罗蜜 只要你能够有波罗 你就到清静的彼岸 波罗蜜 就已经到达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手在 启发波罗 又不是困难 不然你放下 一念不生 你一直坐 坐久了 自然波罗就有 因为我们是整辈 一堂课就把它讲完 所以这个 前一前都一直在跟我 指那个时间 那照见 那个五蕴接空 只要我们有 恒生 波罗蜜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照见 这个照见就是限量 我们在凡尘 我们都是用笔量 这个有三个 一个限量 一个笔量 一个圣言量 三个 各位有听过吗 我们限量不经过失熟 马上都寥寥不明 那个叫限量 比量是经过失熟 经过我们的脑筋 一失熟 你听到外面有车声 有人 我们没有看到人 可是知道那个车一定要人开 所以有人没错 那个叫笔量 各位就可以了解 我们在生活之中用 是用什么 我们都用笔量比较多 那个限量真的要修 修的时候才有办法 限量 所以我们就是要修到限量 正物之道 限量 正知 那已经成就了 可是我们都要经过比量以后 我们才知道意思 那个是说 我们在凡尘 佛性本体还没有发挥 都是用佛性的功能作用 会用比量会知道 那我们限量是佛性本体 当下就知道 所谓那个照见 就好像我们照相一样 匹匆 那个已经定格 把那个形象已经定格 已经都呈现 照见 就是限量的正知 那么五蕴绝空 各位先生就了解到 我们上过这个嫩言经 我们把这个五蕴讲得最详细 有没有 讲到最后的时候 也都是那个五蕴 就是五蕴 色 受 想 行 事 都是这个五蕴 所以我们只要有启发波耳 然后我们就可以照见 当下就可以知道 五蕴全部都是空的 那五蕴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色 受 想 行 事 就是五蕴 那五蕴 皆 空 都是空的 可是我们 我们众生都是把身体 当成真的 不知道它是空的 各位知不知道身体是空的 知识知道 还没承认 知道是空的 都是要还给天地的 都知道了 可是这个中间的构成 都还没有很透彻熟悉 它是怎么样一个空法 它是怎么样空 它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 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 一再的强调 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是不要五蕴 不要蕴姬 我们不住相 那个色蕴就没有 我们不要去把凡尘的 万象万事都当成真 然后我们就不受 那不受以后 想就没有 没有想就没有行 没有行就没有失 所以五蕴就全部真的空了 可是我们现在 那个五蕴都很实在 因为色就是我的身体 实实在在 然后受想形式 我感受到外境给我的照应 都是实在 所以受也是实在 然后有受就产生响 然后有响了以后 就有行为 行为了以后 留在记忆 所以五蕴 我们都孕肌 那既然我们都孕肌了 会不会现象 就好像怀孕了 会不会生出来 就一定了 时间到 就生出来 那我们都孕肌了 时间到了 就现象 所以只要我们不孕 没有五蕴 就不会现象 就不会再完成 受苦 所以很重要 就是五蕴 我们不要孕肌 因为是空的 这个我们身体是水火烘土 重言 重言即会 借我们用 不是我们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这个身体保持的 永远都不会灭 没有人 都一定会灭 早晚一定会灭 而且还不久 不要一百年 这个一百年以后 各位前前 我们还在不在 都不在了 去哪里了 我们都不研究 不研究说我们 这个身体还给天地以后 我们去哪里 要像六子那个样子 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不知道的话 我怎么跟你报告 有没有 所以往后 我们要到哪里 我知道 我跟你报告 各位前前 要到哪里 我们凡人不研究的话 都到地域去了 那我们研究以后 我们跟整个西空 融成一体 那融成一体 整个西空 都是我们道路 宽不宽广 很宽广 可是你只要在生的时候 没有把前病 交给佛性本体 是没有办法 这个一口气不来 真的 我要走在那里 那个时候 假如说还要家属 赶快烧大把相 请老师来带 那就很可怜了 因为修到都没有把握 那我们在生的时候 要修到自己也有把握 就是日常生活 都是佛性当家 那身体 四大甲合 所有风土 还给天地 那我们整个 佛性 本来就当家了 走东往西 自由自在 对 那个时候一样 走东往西 自由自在 这样知道吗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我们凡人都 那些没看 管理 都是这样 糟糕 等到你这个身体不好了 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 都会走到那一个阶段 要跟团成八百的 那个时候 哎呦 要买了 我就要买了 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在在生的时候 就请佛 佛性本体出来当家 所以只要我们这个限量 已经知道我们身体都是假的 色寿 想行事 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度就是超越 超越一切的苦 那个恶是灾难 超过一切的苦 一切的灾难 全部都已经超越了 那么底下 这个舍利子 那很多字节就会说舍利佛 那一样 假如说用明相的话 对我们帮助也不大 那我们进入其中的真理 色就是房子 利子就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 那所以这个色 就是我们的身体 利子就是精神 在身体里面的精神 舍利子 那我们假如说在团成 能够保持 我们经济神都不消耗 那我们一构思去佛化 烧出来一颗一颗真知 那个就叫舍利子 可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各位有看过吗舍利子 那个舍利子还蛮多了 那个山藏的舍利子在日月坛 那个释交摩尼佛的舍利子 他们这个佛教本身 有很多都有拿到 有供奉 而且那个舍利子 还是活的 它会长大 那各位就可以了解 这个有一点神秘色彩 像那个广青老儿上 在南部归空了以后 那北部 那个先天禅室 那个地址 就是本来 那个就是广青老儿上 开的那个庙室 那么这些信徒 有的就没有时间下去 那有的 有这个时间 就到南部去 那没有办法下去 就请偷 你就帮我拿几粒回来 我来供奉 然后他就负责使命 到南部去 结果 南部的信徒 都已经拿光了 那怎么办 那都滑了 还有人交代要拿 没那个也好 骨头风也好 这个就用容器就装着 装着就回北部了 到咸天禅室的时候 那些没有下去的地址 你把我拿几粒回来 你拿了几颗回来 他说还有 还有我们的份 那不然你拿什么回来 他就拿那个容器出来 一打开以后 竟然真的变成舍利子 奥不奥妙 很神妙 真的哦 就真的是舍利子 所以这个叫诚心手感 你真诚守志 真的金石为开 有那个诚心 真的就把那个骨灰骨头灰 变成舍利子 这个是我们讲舍利子的另外一个角度 那有的注解都会讲舍利佛 可是舍利子 舍利佛对我们帮助都不大 可是我们一讲到身体 跟我们身体的精神 那就我们主宰了 对不对 舍就是身体 利子就是精神 所以我们身体的舍利子 舍不亦空 舍就是身体 那个空就是利子 舍不亦空 不亦就是一样的意思 舍跟空一样 然后空不亦舍 空就是舍 舍就是空 所以我们了解舍即是空 空即是舍 所以我们想一想 一百年以前我们在哪里 空 一百年以后我们在哪里 空 所以你看我们从空而来 又归还于空 那中间有舍 是不是舍即是空 空即是舍 空可以生花我们的身体 然后身体又要归还给天地 空 舍跟空 这样了解意思吗 舍跟空 然后我们会想说 在这个现实方面 那现实方面来讲 舍就是形象 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空间 那么形象跟空间 各位舍舍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形象跟空间有没有一样 我们都了解到 舍啊形象很明显 空就没半行 舍啊 就是天地的元素 它原来的东西 所有的万象啊 都是由所有宏图 然后啊 积极显现 所以积极显现了以后 才有万象 所以我们了解啊 都整个 整个我们这个空间啊 都有这个设在 因为是水有宏图 所以啊 我们用现在的 那个知识领域啊 来说 因为啊 水 我们现在用冷气机 用的磁湿机啊 就可以把水啊 集中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空中啊 空气里面啊 有水 那个火啊 更容易 我们身体的温度 跟我们现在啊 那个整个空间啊 滑 现在很滑 这个啊 就失于火 灰 水火 那轰呢 更容易 我们一手不动 一手动 就有轰了 那个轰 就存在 这整个空间 然后土呢 就是啊 由那个空虚 太阳光呢 从空虚一进来 我们从那个太阳光 我们可以看到灰尘 那灰尘哦 集中啊 就变土 土集中啊 就叫地 大地 所以啊 水有风土啊 就在我们这个空中 所以啊 这个空中啊 跟射 因为水有风土 就是射 然后空中也就是空 是不是已经合在一起 射空不二 射跟空啊 是一 这样知道吗 那个珠西呢 他说啊 这个射啊 就是我们哦 西灵不昧的 那个灵 然后啊 空呢 就是西灵不昧的虚 虚灵不昧 各位前学 西灵不昧听懂吗 西灵不昧是什么 就是我们啊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西灵不昧 不会美昧 我们的佛性本体啊 不会美昧 那个是 那个知悉啊 夫子讲的 他说呢 射啊 就是西灵不昧的灵 然后啊 空呢 西灵不昧的虚 虚灵不昧啊 就是我们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了解说 那个空跟射啊 它就是啊 合在一起 然后受想行事啊 亦复如是 这个是简略的说法 它假如说不简略的话 就应该说 受不亦空 空呢 不亦受 受呢 即是空 空即是受 是不是要很多 对不对 那个想也是一样 想不亦空 空不亦想 想即是空呢 空即是想 多不多 经文就变得很多了 对不对 他说用 亦复如是 就把那个整个意识啊 就包含在里面 这样呢 就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的受想行事呢 也是啊 跟那个射一样 不亦空呢 空不亦射 那么接着哦 那么接着哦 这里又有一个呢 这个舍利 舍利子 那么这个 这边的舍利子啊 就是我们啊 不生不寐的 佛现本体 所以哦 上面是我们 看得见的身体 那这边呢 就已经啊 是看不见的 那个整个啊 佛现本体 舍利子 是知法空向 这个舍利子啊 就是法身 以法为身 那这个法啊 就是啊 充塞整个啊 宇宙虚空 所以我们的 佛现啊 我们的法身啊 也一样充塞啊 整个宇宙虚空 所以呢 是知法 因为所有的万法 都是呢 从宇宙虚空 然后生化 然后呢 我们了解啊 整个三合大地啊 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啊 所呈现 所以啊 万法 知法呢 就是我们 法身呢 所 这个出现 所以知法 是我们呢 这个呈现在 环臣的 不管是相 不管是是 都是在里面 在我们佛性的 本体里面 然后啊 空相 真空 实相 因为我们啊 绝对 那个空 不是顽空 然后相 不是假相 是真空 然后实相 我们的佛性本体啊 我们的 那个 法身啊 就是真空 然后呢 实相 不会变化的 而且呢 看不到形象 所以真空 实相 所以 凡尘的 所有万相 跟呢 万事 所有一切啊 都是佛性啊 所呈现 都是我们佛性本体 所以啊 四知法空相 他呢 不生 不美 这个呢 就讲到他的根源 不生 不美 不够 不会污垢 不会被你 反成污垢 但也不敬 不够 不敬 不落入对待 不争 不解 他没有争 也没有解 再生 不争 再还 不解 都一样 不争 不解 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法身啊 每一个呢 都有 都一样 都不生 不寐 不够不敬 不争 不解 所以我们了解啊 我们本来就记住 本来都有了 都记住 只是我们 不知道而已 那都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会 着重 在身体方面 不会着重 在佛性方面 那么世故 就是因为这样 是死一样 不生 不寐 不够不敬 不正不解 所以空中啊 无色 真空啊 实相之中 没有色 空中呢 无色 无受想行事 这个就讲 我们的法身啊 没有五云 我们的法身啊 没有五云 没有 没有色 没有受想行事 没有 可是啊 我们现在啊 五云啊 都很强 所以我们呢 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造了 很多的业 就是因为我们五云啊 很强 那么五云呢 从哪里来 从我们的六根 可是六根呢 在我们的法身来讲 无言而彼舍生意 这个就是六根 我们的五云呢 从六根来 六根都没有了 五云哪里来 就是没有 所以呢 他一层一层的 一直深入 告诉我们 没有 在法身啊 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啊 没有五云 没有六根 没有 这样了解意思吗 因为蛮重要啦 我们在生活都是 六根在当家 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我们的六根还蛮强 很强势啦 我们要启发佛性出来当家 不容易啦 所以啊 或许都一直在等 等什么 等说 哎呦 怎么我没有修道的时候 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啊 那个脾气还很好 然后还很有内涵 怎么现在越修 越想发脾气 越想骂人啊 越想 这个 开口大叫 没人这样跟我问啦 那我就讲 你没有问啊 表示你没有启发 不生不寐的佛性 出来当家 所以那个六根啊 他不用反扑啦 他就在当家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又 我一直在等 哪一天有人问了 我说 哦 那真的很恭喜了 你已经佛性出来当家了 因为六根当家久了 你现在突然要请佛性 出来当家 那个六根他会不服气啦 不服气他就反扑啊 你要这样我感觉悶了 没有耶 大家都没了 好啦 我六根当家的惯息啊 是这样吗 不过 或许来讲 这个是反扑 就是很 你很努力 想修道 所谓 意道的现象 就是你要请佛性 当家 六根不服气 那假如说 你用妥协的方式 一半的钱并啊 给六根 一半的钱并给佛性本体 这样他就会妥协啦 然后啊 你只要他有一半的时间 出来当家 那个六根他会渐渐的 他这个强势就丧失掉 他就会想说 他就会想说 我是哦 那个功能作用 不是本体 我是哦 那个奴才跟奔扭 不是主人 这样哦 就很温和啦 可以都 都采用这个方法吗 所有都很温和 这样就不会缓扑啦 那假如说你说 一定要给佛性当家 这个时候啊 我们六根就会缓扑了 哦 那个时候你就自己会感受到 哎 怎么修道越修 会越想发脾气啊 那个就是六根在缓扑 为什么一直跟 各位讲这个事 就是这个实际会意道啦 你的理智比较强的 一定启发佛性处来当家 此为你是何悉你 没关系啦 好啦 什么当家都没关系啦 那个叫何悉你 时间够得很快哦 你何悉你 合到一口气不来 还在何悉你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 虽然说 那个很和谐的状态 可是也一定要 启发他出来当家 因为佛性本体当家 他不会造业 然后我们的六根啊 就喜欢讨厌很强烈 就取舍 你有取舍啊 就是造业 你造了业啊 一定要接受果报 是三业的话 有福报 二业的话有二报 都一定有果报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是定理 一定的道理 我们知道了 清楚了 就可以啊 妥善的处理 处理的很理想 又可以到达 我们希望到达的目标 所以啊 没有六根啊 就没有五蕴 六根五蕴没有了 各位浅賢就看 底下呢 无色声香味趣 这个就是六成 各位浅賢 六成啊 对我们的生活 影响大不大 大不大 很大啊 到这个时候啊 没有 因为啊 那个 色声香味赐法呢 都是变化无常 那既然是变化无常 我们就啊 不用住相 不用住在 这些六成的形象上面 六成啊 都是假的 就不用耶 住在这个六成上面 所以啊 六成啊 就对我们影响就不大 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啊 六成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那么接着底下呢 无眼界啊 乃之无意识界 这个呢 就是没有六四 我们根层相对啊 六根跟六成相对啊 是不是产生六四 啊那个六四 我们都当主人 那个六四啊 有眼四 有耳四 有鼻四 各位知道吗 都很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讲说 心意识啊 很强 修不成道 那我们心意识啊 就把它降服 修道啊 不要心意识 因为那个都生美 你用它的话 容易跟人家绝缘 你心意识很强 要跟人对立 你就是啊 不肯吃亏 那不肯吃亏啊 人家一样不让你 就容易这个摩擦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啊 不要用 六四啊 不要用 我们用了真心 用了佛性计备的真心 那个呢 就已经超越 所以啊 那个六根六成啊 跟六四 三六啊 一十八 所以我们说呢 十八成地狱啊 就是六根对六成产生六四 然后所有做下来的行为 就是要进入啊 十八成地狱 那全部 全部都没有啊 没有这个 六根 没有六成 没有六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啊 会把这个接受 第一果报的机会啊 就没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那么接着呢 这个无无名 亦无无名尽 乃至啊 亦无劳死 亦无劳死尽 这个呢 就是讲十二云元 这个十二云元 稍微呢 跟我们这个提下 让我们都有印象 各位前一前 我们为什么会老 为什么会死 我们是怎么会老 要是 好像问题很宽广 其实啊 答案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有生 我们有生 这会老 这会死 对吗 对不对 所以啊 会老 会死 亦因就是生 那我们啊 为什么会生 那是怎么会出去 里反甘 我们为什么会 出生在凡尘 所以就是要了解 就是造业 有业 有业了 有业了 我们才会 这个生 有生才会老 才会死 所以啊 这个生的最大原因 就是造业 在十二云元来讲 叫做有 那个名词 叫做有 有业了 有业了 那为什么会造业啊 各位前行 我们为什么会造业 不要一下子就想到 最严妥的无名 中间的构成都很维系 我们都要知道 之所以会造业 就是啊 取舍 取啊 取舍知道吗 就是我们有取 有舍 取舍 所以才造业 因为造了业 才受生 因为有生了以后 才会老 才会死 所以啊 最重要的 就是啊 有取舍 在十二云元 就叫取 那各位前行 为什么会有取舍 我们是怎么会 爱都要把他拦来 不爱都送一送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一定要追到他的根源 就是爱 爱跟讨厌 爱就想永违己有 讨厌就推开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 喜欢讨厌 为什么 就是因为啊 我们有受 感受啦 外界给我的遭遇 我感受到了 所以我产生 产生喜欢 产生讨厌 各位前行 为什么有受 因为我们有接触 有接触啊 才有感受 感受啊 然后才喜欢讨厌 喜欢讨厌啊 才取舍 取舍了以后啊 已经业造成了 才要受身 有身的才会呢 老死 那为什么 我们会有接触 去 就是因为啊 我们有六根 就是六路 六根的意思 那为什么有 这个六根 六路 就是因为啊 我们有明色 明啊 就是呢 没有形象的 那个啊 状态 色呢 就是身体 那为什么会有明色 就是因为有事 认识的事 那为什么有事啊 就是因为有形 就是因为有五明 所以啊 这个才是一个开头 五五明 本来就没有五明 五明啊 就是不知道真理 不知道真理啊 就是啊 五明 好像哦 讲出来的名词啊 离我们很远 可是啊 我们在生活之中 哦 各位前一学 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叫做不觉 啊 不觉啊 就叫做五明 这样我们知道五明了吗 哎呦 我起心挡量 那个就五明了 所以啊 我们在生活之中 我们要呢 能够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 你又起心动念了 哦 就是不觉 啊 不觉的是为佛性出来 哦 佛性啊 是觉 啊 他现在不觉 采取心动念 所以就叫五明 哦 啊 因为五明 然后远行 无明了以后 哦 不管是时间 不管呢 我们的心 哦 整个啊 都在 哦 行持啊 都在走 都在敬当啊 没有停止的 哦 然后啊 行就远事 这个远事哦 就已经呢 哦 牵涉到我们哦 上一生了 哦 我们顶一世 我们先哦 前世啊 有跟随啊 哦 那就是 收缺者 哦 就是啊 啊 那个 这个债务啊 还没有 理清 有的是 人家欠我 有的是我们欠来 那个啊 就叫事 认事的事 然后因为有事啊 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 哦 那个现象里面啊 哎 就是啊 哦 我们的 啊 那个 哦 那个已经呢 我们一构事了以后啊 哦 那个啊 哦 我们的 呃 已经是怎么样 哦 我们的那个音 半音啊 半音声 哦 中音声啊 这个竟然会讲 忘了讲 怎么讲 我们的中音声哦 是过世以后 哦 回去哦 那个 我们该去的地方报到 可是要来投胎的时候 也是一样 哦 中音声啊 哦 他先来 那个中音声啊 他在 呃 出来 从 哦 那个地域出来的时候啊 哦 然后看 整个大地啊 哦 都好像墨水啊 黑黑一片 那只要有跟他 哦 有那个缘分 就是 哦 有那个缘分 就有一道亮光 哎 那个中音声哦 哦 就会朝这个亮光哦 他直接啊 哦 欺负 就是赶快到那个亮光的地方 那亮光的地方呢 这个时候啊 哦 就是他的父母亲啊 正在亲热啦 哎呀 那他就赶快哦 那他就赶快哦 投入 经洗哦 那个护经母血就投入了哦 当成他的生啦 所以啊哦 那个哦 母亲就怀孕了 那怀孕的时候啊 这个叫做明色 明哦 就是啊 状态 那个精神状态 色啊 就是那一种 哦 已经凌结 有形 有相的 那个胎儿 哦 明色 啊 你有哦 怀孕了以后啊 经过286天 他就会生 哦 那在这个哦 开始有怀孕以后啊 慢慢哦 长成 然后长成以后啊 哦 他就会计备啊 哦 那个六路 就是六根 然后啊 到时间到了哦 我们说十月哦 其实286天啊哦 280天左右 就出生了 那出生了以后啊 就跟凡臣哦 这个接触 那所以哦 要了解啊 这个小孩子生下来 他假如说不哭的话 哦 这个小孩子不会活 那所以生下来哦 现在有很多啊 他已经呢 人回太久 然后智慧啊 又比较高 他不哭啦 完全这么苦哦 不来 哦 啊 所以啊 以往 那个智坦士啊 一定会把那个 生出来的婴儿 那个脚啊 把两只脚把他抓起来 头让他朝下 打他的屁股啊 打他的屁股的时候 他就哭了啦 他哭的时候哦 那个婴儿就佛了 那个哭的时候哦 灵才进啊 虽然说他的第八阿赖耶士啊 投胎就来 可是哦 那个哦 一生下来 一哭啊 灵才进啊 才进啊 才会哦 有过一生 哦 有生呢 哦 一直到长大到老死 哦 就一定是这样经过 哎啊 所以你跟凡尘接触了 哦 接触以后啊 就慢慢长大 长大以后 你的感受啊 就特别强烈 哦 那一种喜欢讨厌啊 很强烈 啊 那所以啊哦 哎 从触 然后接受 然后从爱 哦 就是啊 取舍 哦 啊到取舍以后啊 夜已经形成 就叫有 啊你既然照了夜啊 就要生 就要老死 哦 这样各位对十二一年 有印象了吗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叫流转门 一直啊 绵脸不绝在流转 那我们修到哦 我们可以环昧 环昧啊 哦 就是我们落入环尘 已经落入了啦 哦 啊 已经在现象之中了 那现在呢 我们从哪个地方改变 从 受 我们呢 研究真理 知道环尘的万象万事啊 都是假的 所以我不受 我不接受 让它进入我内心 哦 事来则应啊 事去则境 都是用真理来应对 这样了解吗 哦 我们不受了以后啊 哦 各位前一前就可以想象 哦 会不会产生喜欢讨厌 不会 没有喜欢讨厌啊 会不会骑舌 就不会有骑舌 对不对 哦 你没有骑舌啊 哦 不会造业 不会造业啊 就不会受苦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固定的道理 哦 一定的 不会变 然后我们呢 就了解说 可以完美 可是啊 我们一定要在心地啊 做功夫 从心性啊 做功夫 我们对环尘 给我的一切遭遇 我要了解 那个都是 因缘忌讳 才呈现 因缘消失就没有 哦 所有都是假的 那既然了解到 他的背后的因缘 我们就不住相 所有的受给我 我去应对啊 都是恰到好处 就是跟道啊 相合 我没有落入喜欢 没有落入讨厌 没有落入讨厌 喜欢 我们就没有取舍 哦 不会造业 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做的啦 哦 别人没办法代替 你只要都不造业啊 会不会受苦 不会了 因为没有原因啊 把你推去受苦 所以我们哦 对这个十二因缘 为什么要跟我们讲 没有无名 就是时时刻刻啊 我们都在觉 所以没有无名 我们现在有没有啊 都有啦 所以要到那个无名境啊 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所以啊 我们了解说 没有无名的就没有老死 因为有无名啊 因为有无名啊 就一定啊 会有 这个十二因缘啊 他是呢 一个啊 连带一个 一直啊 无名 原形 原行 原事 原明色 原六路 原处 原受 原爱 原渠 原有 原生 原老死 是不是十二因缘 有没有 对不 各位不是在写吗 有没有漏掉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十二因缘 就是让我们一直 轮回在凡尘受苦的原因 那我们从真理解脱 所以叫做心经 心让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 然后底下 无苦及媚道 这个叫四圣地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四圣地 可能各位都有听过 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它是由三转十二行法轮 就是四向转 然后欠修转 然后奏正转 这个苦及媚道 那个苦就是果报 及就是原因 那媚也就是修道以后 到极媚的果报 修道是原因 都是先讲果 然后再讲因 所以四向转 此是苦逼迫性 苦及媚道的苦 有逼迫 一定要去接受 逼迫性 那么此是极 遭感性 遭 我们感受了以后 被它遭熟 然后我们种了业 所以苦及 那个及就是我们造业 很多的业集合在一起 然后啊 那个媚 这个可正性 就是你可以正悟到极媚 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来 然后道就是可修性 这个是四向转 然后欠修转 欠我们修 此是苦如应之 此是极如应断 此是极如应正 此是道如应修 有没有 欠修 欠我们怎么样修 然后啊 到这个 到最后的 那个啊 就已经 正悟了以后 那个就已经 此是苦 活以之 此是极 国以断 此是媚 我以正 此是道啊 国以修 所以啊 这个三转十二法轮 就苦及媚道 各位有没有听过啊 没有啊 我们真的还是 这个一跳 就跳得很高 这个都是一些 修到一个基本 我们呢 这个基本认识啊 可能都还没有经过 我们就 直接跳到佛地了 所以这个苦及媚道 然后底下呢 这个无智 亦无德 各位前者 这个无智亦无德啊 就是菩萨法 那么菩萨法 就是六度万省 各位有听过六度万省吗 这个岛比较熟啦 所以我们都比较 进入高阶层的 那个修除方法 那个布施 词 实戒 忍入 经济 禅 禅定 般若 然后啊 这个哦 每一个哦 它的内容啊 也都有哦 三个哦 本来我们还想说 详细的讲 可是哦 没声 所以简直 以无所得故啊 就是哦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在这个修道 很努力的修 然后一直到达 圆满菩提 就归无所得 你到达最高的程度啊 你假如说 还有所得的心啊 那你就是还没成就啦 那你已经修到 最高的时候啊 你修到最高 就是恢复你佛性 不生不昧的本体 那个状态 已经全部都恢复了 就无所得 全部啊 都无得 这个无得啊 就让你已经恢复本位啦 所以我们追求啊 就是追求到恢复啊 本位 就是归无所得 圆满菩提啊 归无所得 那菩提萨斗 一样耶 菩提是觉 萨斗是有情 那我们有情的众生 都已经觉悟了 就叫菩萨 就是菩提萨斗 依波罗 波罗密多 我们就是呢 要按照波罗 波罗 波罗密多啊 所以心啊 无瓜爱 我们只要能够按照波罗 我们的心啊 都没有瓜爱 就已经呢 整个啊 都在 波罗妙智慧之中 所以波罗它呢 就是要带领我们啊 这个成道啊 成佛的 很好的 这个内涵 我们只要有波罗 就不怕不成就啦 那我们要启发波罗 就一定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 只要我们肯 万年放下 因为呢 我们接受的完成 万象万事啊 都是因年忌惠才呈现 因年消失就没有 都是假的 我们只要了解啊 完成一切都是假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波罗啊 它就整个呈现 整个呈现啊 我们应对 完成事啊 就凑凑有余啊 就不会卡住了 也不会产生 喜欢讨厌 这样啊 我们整个啊 就很理想的 那个生活状态 所以啊 各位一定也要在日常生活 不是很困难 万年放下 什么员都放下 放下 再放下 然后啊 我们那个时候啊 能够到达一念不生 整个呈现啊 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那已经都呈现 那佛性的本体呈现了 我们自然 波罗妙智慧啊 就在里边 所以 波罗妙智慧 是以智 佛性本体是以理 理跟智啊 理智一如 就已经到达 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啊 我们想回到的 那个本位 所以我们能够按照波罗妙 就能够到达波罗蜜多 就是啊 祥和的境界 都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两边对待 没有能熟 全部啊 这个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了解啊 能够到波罗蜜多啊 那个是最理想的 生活状态 不要等到以后啊 一口气不来才到达 我们要再生的时候啊 就已经到达 所以尽量再还尘啊 就不要跟人结怨 尽量能够让人 尽量能够帮助众生 又行善啊 不记在脑海 这样对我们来讲 帮助都很大 又培养浩然正气 所以啊 能够呢 这个到波罗蜜多啊 就啊 心啊 无挂爱 就已经没有挂爱了 各位前一前 我们现在心有没有挂爱 多多少少都会有 都有挂爱 那我们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就是要做到 心啊 没有挂爱 都没有挂爱 自由自在 像我们开头讲的那个自在 逍遥自在 那个是本来 我们啊 本来就逍遥自在 使我们落入凡尘 被凡尘的假象 迷惑 我们迷惑了以后啊 在假象里面 用心计较 各位就可以想象啊 我们一口气不来 凡尘是哪个事 是我们的 哪个财产是我们的 没有一个事啦 都是假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人争呢 所以啊 就要看得透彻一点 真的都是假的 真的啊 就是佛性本体 那个才是真的 可是没有形象 我们呢 了了不明 切实的那个知觉性啊 就是佛性本体 我们只要呢 流成这个 让它整个恢复光明 只要我们有一点 私心啊 它就是暗像 已经呢 光明啊 染上无垢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呢 都去掉 没有私心 没有我们想 要达到的 那个凡尘的 那一种 身份地位 都不会去追求 因为都是假的啦 付资很多的心力啊 结果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不要 为了那一些假的啊 用尽我们心思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之中 心无瓜爱 一定要到达 心无瓜爱 时时刻刻啊 都是很高兴 过生活 无瓜爱故啊 无有恐怖啊 无有恐怖 没有瓜爱呢 就没有恐怖 因为我们呢 会有恐怖啊 就是因为我们 有企图 有所想的 得到的 某一些呢 那个啊 那个啊 内容 所以啊 才会有恐怖的情形啊 出现 那假如说我们 都已经呢 光明正大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不跟人家争 那所有的恐怖啊 都已经啊 远离了 都已经 没有在我们这个身上 所以远离啊 颠倒 远离啊 梦想 我们呢 可以远离啊 颠倒梦想 这些颠倒梦想啊 全部啊 都远离 很不容易啊 因为我们啊 众生也不颠倒 不颠倒就成佛了 成道了啊 所以我们大部分啊 都是颠倒 该注重的呢 我们不注重 不该注重的呢 我们非常注重 就是颠倒 那心呢 不要外放 外放就是众生 收回来就是佛 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啊 时时刻刻呢 都让它外放 假如说有那个环境啊 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 我们又很难够 赶快开电视啊 让心麻痹 所以现在啊 那个广告啊 说那个杀 杀时间啊 恍无聊 各位会不会这样 可能啦 有时候在现象之中啊 真的就是 时间还蛮难够的 一天一天够 真恶鬼 然后啊 无聊时时刻刻啊 连小孩子说 好无聊哦 他都还不知道 什么叫无聊 所以我们了解说 在凡神啊 只要我们都不颠倒 远离了 颠倒都远离了 该注重也都很注重 然后啊 远离梦想 这个呢 就是啊 不切实际的一些 那个想法 我们呢 都远离 到达 旧静的那盘 旧静 就是啊 已经到最高程度的旧静 那盘就是不生不妹 已经到达最高的不生不妹 那就是我们 佛性本体 佛性本体啊 旧事啊 不生不妹 那么三世之佛 就是过去世 现在是未来世 三世的之佛啊 都是依波罗 波罗蜜多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波罗啊 就是非常重要 三世的之佛 都要依那 波罗 用这个波罗的庙智慧 各位要了解 波罗啊 就是 破旺显真 波罗啊 把它特别记载 破旺显真 就是波罗 我们把 所有的旺啊 都破 然后啊 显现啊 我们的真 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 所以啊 我们呢 这个 能够啊 一啊 波罗 波罗蜜多 不管 过去的佛 未来的佛 现代的佛 都呢 按照依赖 波罗 波罗蜜 有波罗了 就到达 波罗蜜 就是祥和的境界 波罗蜜呢 就是祥和的境界 因为我们都把 完成收苦海 所以才 翻 翻译成啊 到彼岸 他的意思啊 就是祥和的境界 没有对待 没有那个 勾心斗角 祥和的境界啊 就是呢 波罗蜜多 固得 波罗蜜多罗 三秒 三菩提 所以我们得到啊 那个 欧呢 就是五啦 有没有的五 波罗蜜多罗 就是上 无上 已经最高了 没有比他更高啦 无上 那三呢 就是正 苗啊 就是等 正等 三正 普理觉 所以啊 整句话呢 就是无上的正等 正觉 正向平等 就是啊 不管是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说众生 不是只有我们人才叫众生 只要他是有生命的 都叫众生 众言 积极 耳现的生相 就叫众生 所以众生都是平等 我们了解说 他显现 很下等的 那个形象 那个动物啊 是他的业 他在的业 要受果报 只要果报接受完了 他又回到 本来 都是一样 所以哦 这个高 这个社会地位很高 很有钱 跟了那个 流浪 这个街头的 那个街民 一样 都是一样 只是他的果报 一个啊 就是在凡尘 有形善 所以果报很理想 那街民呢 他就是在凡尘 都没有这个行善 所以果报呢 就啦 我们看起来很可怜 所以要了解到 那个可怜的人啊 他就是有可恨的事情 那现在可怜 为什么形成现在可怜 就是以前所做的事啊 让人指指点点 很讨厌 所以他现在就很可怜 那现在为什么 哦 人家那个 有社会地位 然后又很有钱 就是因为他肯布施 肯帮助人 肯行善 所以我们要了解啊 一切啊 显现以后啊 都是果报 既然落入环城是果报了 就不用骄傲 没条掰啦 所以或许都一直讲 只要落入环城 你有现象了 你就是要接受一生 那你一生之中 你够得好 够得不好 是你自己的选择 以及啊 你以往手造业的 那个啊 干扰 所以我们了解啊 在环城的一切啊 虚幻 都不实在 都是假的 一够了就没了 那真的呢 就是我们啊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所以一定啊 我们要启发 在环城还活着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请佛性当家 各位有没有把握啊 吃不辣 有啦 希望是这样啊 不过现实都还很不容易克服 所以一定要战胜自己 战胜别人是英雄 你要战胜自己啊 就是圣贤 所以我们要当圣贤啊 想不想当 所以啊 按照呢 无上的 那个正等正觉 我们得到了 无上最高的 正等正向平等 正觉 觉啊 都是合真理的 正觉 固知呢 波罗普罗密多啊 是大神咒 所以我们知道啊 这个波罗 就是啊 我们的这个妙智慧啊 波罗密多 可以到祥和的境界啊 那个呢 是大神咒 可能是说 好了啦 你留一段时间 我问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那个大神咒 那个神已经 是不可思议 就是啊 这个我们波罗普罗密多 有那个 不可思议的 那一种功效 那么咒 就是种词啊 就是托罗尼 托罗尼呢 就是咒 咒呢 就是种词 所以啊 是大神咒 是大明 光明 光明咒 是无上咒 是最高的 最上等的咒 所以啊 波罗密 就是啊 我们要了解 我们在诵咒 很多的咒 都没有讲说 用波罗 波罗密 没有用波罗 用波罗的话 是最高等的咒 所以一定要用 就是波罗妙智慧 你只要有启发了 所有的困难啊 你都可以 这个经历啊 经过 很容易的 你就应对过去了 都没有困难 是呢 无等等咒 就是连跟他平等的都没有 他高到呢 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了解啊 这个心经啊 他真的是 字很少啦 意识呢 包含很多 能除啊 一切苦 只要你用呢 波罗密呢 就可以除掉的 一切苦 所有的苦啊 都可以除掉 真实不虚啊 又呢 特别的丁灵交代 真实都没价啦 是真正的 真实不虚 故说啊 波罗波罗密都座 急说座耶 讲呢 这个波罗波罗密都座的时候啊 讲座的这个内容 接地 接呢 就是打开啦 地呢 就是我们闲关庙地 打开啊 我们闲关庙地 可以打开了没有 我们求到的时候啊 就打开了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啊 接地接地 打开闲关庙地 波罗接地啊 你打开闲关庙地啊 你就可以到达波罗密 你就可以到达 那个最理想的 那个境界之中 波罗生接地 那个波罗生 生呢 就是众 众生众人啊 就是众 就是说 我们好了 我们还要去度化 我们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能够呢 脱离啊 这个苦海 所以啊 波罗生呢 接地 啊 菩提呢 萨波河 菩提就是觉 萨波河 就是极世成就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你要赶快啊 去实践 赶快做 让他能够真正的 都能够成就 所以菩提呢 萨波河 留下十五分钟了 这个很难得 我们还准备说 讲不完怎么办 结果还剩下十五分钟 各位要不要提问啊 有余要必问 余啊 就是 结 你的结一定要打开 要把那个结打开 有没有要问的啊 好 请说 这个座椅不是说 这个座椅 他没说那个 搬那个音而已 都不用解释 那现在这种解释是不是 发现了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座椅 这个翻成我们中文叫做 托洛尼 托洛尼他的意思就是 总持 总一切法 持无量意 就是总一切法 所有的法 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 持 所有 这个法里面的 意理 你都把它持用 所以 他的 含 含义很宽广 可是啊 因为我们 就是要实际的 你在持咒的时候 虽然你不要进入 咒的 那个 分辨 你不要去分辨 那个咒的内容 可是毕竟我们在持的时候 各位的心都不够 肯定 就是啊 还不是很相信 那个咒 所以 你不很相信 那个咒就 产生的效果 就不很完全 所以 颂咒最好就是 一心 全心是咒 全咒是心 心跟咒合在一起 那个是最理想的 持咒方法 可是我们 大概 现在的生活 这么的 五花石门 就是非常的 这个事情多了 所以要到达这个状态 可以说 可能要到那个寺庙 那个山上的寺庙 都没有这个 沉过在干扰 这样才比较容易 我们在反承这样 也要这个水里的莲花 活里灾 就是要接受现实的煎熬 还要修持心境的高超 就是要有一点 那个自信 从我们的内心里面 产生的自信 所以这个自信的由来 就是我们接触面 我们接触的 假如说很广泛 你知道了很多 然后对真理又比较透彻 这样的话 信心就容易产生 一产生了以后 你就容易集中精神 就容易 全心在咒 全咒在心 心咒合一 可是我们要送到这个状态 都需要一段时间 那一定要一段时间之前 你先了解到 这个咒的内容 你稍微了解 所以或许就讲 那个咒王 嫩言咒 是所有的咒 最高的咒 那嫩言咒 因为有一个法师 把他解收 那或许说 因为那么长 你要开始学 一定要有信心 那信心的由来 就在你了解内容 了解内容以后 你信心就增加了 然后以后 你当能够产生 实质的信心的时候 你把那个意识 你就不要再去追究 你就全心送咒 这个就容易 全咒是心 全心是咒 那因为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 相信 能够进入 所以才勉强 勉而为之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带来 那个嫩言咒的解收 一共 有这个V4的九章 有九章 九章解收那个 2620个字 嫩言咒 我们把它就是讲解出来 可是也不鼓励大家 都一直在看 只是你还没有产生信心之前 你看一次 看它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 知道了以后 真的你的信心会增加很多 因为它代表什么 全部都 把它 清晰的分析 它有分析出来以后 我们容易进入状况 是这个样子 那这边因为幼士 它是使以般若的精华 那幼士 有一点 秘密 所以 佛教本身 它不希望人家解收 所以前面的观自在菩萨 一般都会说 那个是观自在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都会这样解收 色力指示 色力佛 也都这样解收 那我们也不反对 那样解收也没错 只是说 对我们的帮助 就不大 像我们今天研究的内容 各位前前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就是我们了解说 我们在送的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一送起来 又能够得心应手 又能够深入其中 又能够启发菩萨庙智慧 何乐不为 就是这样 所以 有时候还是真的是 老师都会说 我脱落 泄露天机 还有八分钟 还有没有要问的啊 好请说 小师好 好 我想请一下 刚刚有没有讲说 那个 那个 胎尔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要哭 你才会进去 对对 那他在母亲的那个胎尔的时候 他那什么现象 好请坐 因为我们这个 有讲说 死 这个死 死的时候 这个比较 我们一口气不来 我们那个中医生 他还在 第八阿赖耶士 他还在 这个气候来先 气候就死气以后 气候 他都死了 第八阿赖耶士还在 可是投胎的时候 第八阿赖耶士 最早来投胎 因为那个 寒场 散热种子 也寒场散热大地 可是我们人的话 都是散热种子 他有散热种子 所以他来投胎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散热种子 所以中医生来投胎 会找他有缘的 跟他有结缘 才会来 他投胎 投胎以后 假如说没有阿赖耶士 那个婴儿不会活 那个在肚子里面 那个就会变死胎 你就是因为有阿赖耶士在 所以他活着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一出胎以后 为什么他不哭呢 因为他太聪明 他有修 又聪明 又知道 还成很苦 不愿意来 可是我们理智够 可是你的行为不够 你的羞耻还没有 气掉你的脾气毛病 习性没有气掉 你虽然知道 很苦不要来 可是你毕竟造了业 所以那个 那个住产是医生 才会把那个小孩子 两只脚 这个拉起来 因为很小嘛 然后打屁股 你的造业怎么不来 造业怎么不来 你打就哭了 哭就一生就要经过了 所以那个是一个关键 因为他聪明是够 智慧够 可是他的实践 你知道了你就没做 你没做那些脾气毛病 你准够都在了 你准够就要来翻试坚 来拖博来后 你要能够了掉以后 你才能够归本位 圆满骨体 归无所得 才能够这样 他聪聪就是 绽劝实践 所以各位学姐 我们要努力的来实践 实践重要 所以知一词不如行一寸 你知道一笑 你惊一寸 较硬的知道一笑 我们现在培养 一方面知道 一方面实际做 知行合一 这样知行合一的话 我们在世的时候 真的就是佛性当家 虽然是讲佛性当家四个字 做起来很困难 一定你会经过很多的折磨 假如说你太激烈了 你六根会反扑 你太何悉你 又没有成功的时候 所以那个真的就是要难 就是这样 还有诗文 好 请收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不然那个一品 那个是什么 好 请坐 那个英灵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那个因缘不记住 就是他想到反承来 因为我们了解说 现在我们台湾修道环境很好 很多的投胎者都要到台湾来 可是就是资不一定来 你反承肝的青年男女都没想要生了 他要拎就拎不来 所以假如说 他硬要拎来 眼不够 你看 你怀疑了就去拿掉了 那就变英灵了 他很无奈 没办法 我还要来就 那个缘不够了 他不再来 不再来 没办法 他又要归还 归还到地狱去 所以我们了解说 现在反承 这个不愿意的话 都掌握在人的手上 对不 你要生你不生 这些都决定在你的手上 你如果不要生 很简单 一下子就可以把那个台湾拿掉了 所以那个 我们了解说 现在能够出生在台湾 真的是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个经历 那个地食店 因为或许以前在后天庙 就是做当机 所以了解说 你要出来转世 要去孟国庄 喝那个忘恒汤 你现在你不转不记得 你青少人 是怎么经过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人回太久 那个喝得太多 他药性就慢慢减弱 然后我们 我们人 就越来越厚 人越厚 现在天庭中间 掌握我们不住 所以我们不按照 那个伦理 那个常态来走 就会很多这个问题呈现 所以就有 也是修道者 他就想说 你有拿孩子 你就心里不安 所以我就来设一个英灵 让你来拜 你花一点钱 求一个心安 是不是这样 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知道 因为他跟父母亲结的缘不深 跟父母亲结的缘不深 所以父母亲把他拿掉 是有一点 就是他要 硬要来也没办法 所以他硬要来也没办法 他没有像我们人那么有钱病 决定要生还是不要生 你只有让人家摆布 所以他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以后 你给他拿掉 他真的都还没有 你看 要哭才零进 虽然第八阿赖耶斯 已经来了 可是你没哭 零还没进 所以他一回归了以后 在等候 在排队 看看要去哪边出生 要看他的结缘 他跟父母亲的缘 假如说比较深 他投胎就成功了 他结的缘不深 你缘要跟他摸 要去跟他摸 摸人就没办法了 对吗 像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去找一份人家 说我跟你很亲 你就要跟我亲 人家要不要 不要 给你排斥 就是这个道理